嗨,大家好,我是老魏 今天明哥去拔牙 因为在美国拔牙是很贵 在越南就比较便宜 然后我现在已经带着他到杰哥楼下了 然后杰哥带我们去给他拔牙 早上的时候下的雨特别大 越南今天下了一天的雨 从昨天晚上下雨 昨天明哥还说来越南这么多天 一场雨没下 然后是不是越南雨继续过去了 然后说完这话就开始下雨 昨天晚上我们在喝咖啡的时候 说完了以后就开始雨滴下来了 然后到现在一直下 整整下了一晚上 这叫顺桥牙科诊所 明哥是有一颗牙长得至尺 在美国拔牙费用非常非常高 然后他就想着在越南拔牙 说不定机票钱都能收回来 便宜啊 大概多少钱 他那个牙要做一个手术 做一个手术 要抢一针 这里还要抢一针 然后他要打麻药 所以时间还是蛮长的 都是 对 不长 麻一个牙 他不是还要混合吗 对啊 有那么快吗 快 那我们看大概要多久吧 他这个总费用大概多少 250万 就是等于是100美金多一点点 250万月墩 差不多人民币700多块钱吧 我们希望他一切胜利 不是不是那个小那个手术 可能80万就可以 就是如果如果不做手术 80万就可以了 80万 还要打那个麻痹症 哦 80万就是在美国就吃一顿早餐的事 30万 30美金嘛 吃一顿饭 对吧 吃一顿饭 156 现在凉血压 血压多少 有出来的呢 上期很高 现在也高 但是比上期低 现在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做手术 有 有 就是下一次来做拔牙的时候 然后量一下血压 民哥的血压比较高 然后连量了三次血压都很高 所以暂时不能收复 然后医生给他拿了三天的药 今天三天药吃完了以后来过来测 还是稍微有点高 不知道医生会不会给他拔牙 因为如果血压高的话 那个拔牙还是有风险的 就是过十分钟再量次血压 如果血压再稳定了就可以了 再要等一次第三次 如果还是高了就可以了 就不要拔了 拔了 也就是他要打麻醉针嘛 对吧 麻醉针打了以后 他血压会变高 对 如果再高的话 万一他会那个 会引起心脏血管疾病 对 刚刚民哥那边测了一下 是160对吧 又是160 又是160 然后医生说根据国际规定 不能超过140 我估计再测的话 也不会降不下来20 20降下来很难的 所以大概率是今天他拔不了牙了 现在医生告诉杰哥说是他这个 现在还是暂时不能拔 再等五分钟看一下 再观察一下 如果血压还是高的话 那就拔不了了今天 就能改天再拔了 嗯 嗯 朝几天来的话就比较好 朝几天那个休息不好 休息不好 从美国飞过来 然后导食他没导好 100 640 但是今天他叫我 派那个药给我吃 也不行 嗯 他说如果这里很难拔 一定有个心脏病医生 哦 要拔成一张 因为就决定了这个病人 你是肯定每年都不会下的 你的血压 你还是保持这样的 那不行 我又不拔了 那现在是敢帮你拔 因为这是有什么事你过去嘛 是是 那不拔也没算 那就今天拔不了了 拔不了 拔不了 呀 嗯 洗洗牙再吃点 只要你去给别人吃 帮你来吧 你又离开了 他再洗一次牙费用多少 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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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万 五十万一次 五十万 够钱 二十万 二十美金 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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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种车车车的声音 这是超声波铁牙的声音 再付多少钱?50万就可以了是吧? 再多块钱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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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明哥是 因为他这个高血压 不能够在诊所里拔牙 要去专业的医院里 要有心血管医生 或者心内科的医生 给他签了字 说他可以拔牙 那才才可以 要进行一个检查 所以他有可能在越南不再拔了 因为长了一颗智齿 有时候吃东西还蛮疼的 人一人也行 就是可拔可不拔 但是最好拔了 因为在美国拔牙特别贵 所以他就想来越南才好 来旅游 最好一把牙拔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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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中午时间啊 生意特别好 现在已经十二点了 帽子湿了 刚刚下雨 头盔 头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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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咖啡店吃东西 哇 你来的正好 你来的正好 跳时间来了 等跳时间来了 正好买单 哈哈 随便随便 你坐你坐你坐里面 好 好 好